日式風格 透現在木造的地台和湯門 感覺有點像和室 靠長的位置 放上了素式的座墊 加上一張民族風的地毯 和布藝擺設 點綴簡約自然的氣氛 設計師將主人房的地台升高了 去做一個儲物空間給屋主擺設 但到廳裡 依然地台升高了 為何會有這樣的設計呢 其實他們需要大量的儲物 所以由房間和客廳 我們都做過地台 另外地台可以讓朋友上來 都可以一起坐下來 令空間大一點 全屋只得一邊窗 利用玻璃和淺色設計 現在就算關門 廳也夠光亮 置身高層單位 雙人床安排靠近窗邊 躺在這裡看出去 就夠開陽了 本身客人有個要求 他們要兩張床 一個是給小朋友 一個是給他們睡 本身空間不夠 我們做了這個反床 這個反床其實是 當他們要用的時候 可以反下來給小朋友睡覺 衣櫃、地櫃都和地台搭配一套 沿用木式 貫徹簡約的風格 從簡潔的休息區走到一級 出去多點色彩的起居空間 其實這裡也有一塊磁石板 屋主就可以把他的照片貼上去 跟朋友分享 其實不只的 這裡還有一張椅子 下面就可以放鞋 屋主也可以坐下來換鞋 開放式的廚房 白色的工作台面 感覺簡潔 這個位置放到洗衣機 這裡有個雪櫃 還有個焗爐 不只的 這裡全部櫃都安裝了拉纜 方便護主可以把廚具放進去 不要看到空間細小 原來都安裝了很多東西 家裡有客廳 又有廚房 吃飯怎麼辦 吃飯其實我們這張桌子的身份 就在這個櫃檔 你看看 這樣就變成這張桌子了 我們可以闖到 在我邊那裡吃飯 最後參觀了浴室 以灰色為主吊 設計樸實 簡簡單單 呼應整間屋的主題 作詞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